你连给老人擦身都不愿意 盖条毛团就跟逃命似的 你当时标榜的道德教育去哪儿了 你不过是谦怒 你妈妈说我委屈你生气 可是你没有想过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无能 你把你妈妈骗到上海来 你又好好照顾她吗 你有做出什么动力 去改参她的生活吗 你除了抱怨和发狼手机 还做了什么 而且你还不敢承认你无能 你就谦怒 你专门挑软柿子年 就因为我话敢话 说一句不合时宜的话 你就把所有东西 撒在我身上 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无能 你职业迷茫是因为你无能 你干一行恨一行也是因为你无能 你除了嘴死溜 你还能干什么 我必试你啊 何美豪 你们犹男文人 什么叫不合时宜啊 人家小孩刚坐满月 你跑去骂一只这小孩 必死无疑 然后等人家怒了 你才委屈八半地说 我哪儿错了 人终归是死 你只是不合时宜而已 实则就是你良心坏 良心太痛了 你心里只管自己的痛快 从来不怕人到死活 今天要不是你挨我整了 你才不会委屈八半地承认自己 不合时宜 你只会扯着道德的大旗 在这儿骂我良心黑 我呸 你这又蠢又有坏的货 我再无能也听 你是个大活人 什么意思 干什么 我嘴皮子哪能玩得过你啊 你才是流氓文人 你自己说的 这寒假老龙中风 只有心有病态 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你就借题发挥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然后借着他们内疚心理 拿钱走人 你才是良心黑头了呢 你确实抵我师哥 你黑良心命运 还倒是笨的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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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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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冲 事我没用 我就不应该哭 就是因为我太软弱 才总是被郁纯会欺负 你怎么会没用呢 你明明一句是一句 继续抓在点上 我管不住嘴 我又不会说话 我一着急就话感话 那些话都是我打好复稿 背熟了才行的 我一向都要释放善意啊 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 这要不是久见人性 你说得管不住嘴那是表面 你最大的问题是爱怀前世 咱们多元社会 别人有再大的能力 也支撑不住你多管闲事 所以才会导致你好心办坏事 反正你好不好心我不知道 结果就是你办坏事 我们一般人也只能看到结果 可是我见不得 我不想麻木不仁 但你心中这杆秤 你度量你自己的时候 度量个七成 你度量别人的时候 你就度量十成 你觉得公平吗 一点都不公平 再说了你内杆秤 是宇宙标准吗 我们也要时常地提醒一下自己 心中的内杆秤 有资格度量别人吗 鬼总有共识吧 是 有坚持有怀疑嘛 但是呢 对自己要多点坚持 对别人呢要多点包容 其实我也没办法做到 太难了 还是斑斑挡道的 共享单车更容易 我知道 是我对于出辉高标准言要求的 可是 他也太过分了 他对我对韩家都是 我不能原谅他 好了 好了 要不行的话 你今天晚上就住在我这儿 你们俩现在都太激动了 最好呢 还是别见面的好 那不行 那成我怕他了 我又回二零二 行了呗你 你先平衡一下情绪 不过还好呢 你也没有要求我们去谴责于初辉 说明你这个人还是有底线的 值得幸运 谢谢你们